根据内政部消防署2019年最新的统计 建筑物失火的原因 以电器因素使用不当引发的电线走火占第二位 宏道老人福利基金会也将同步启动 用电安全检测协助独居弱势长辈 派换老旧破损的延长线 避免社会遗憾 并且邀请了投诚消防分队 来到拔亚社区 透过实际模拟长辈家中 常见的三大用电不安全的情形 让长者能够辨别生活当中 使用电器的安全与危险 并宣导注警器的声装 希望能够在火灾发生的第一时间 及时发现并且逃生 安心过好年 要不然你能够来我们小王队 新清去补去 一号保重一号 他就是如果有演的时刻 他就会好 里面就是有电线 他是吃电池的 所以他才能够动五年 如果有演的时刻 他就会这样好 火灾发生 请尽快离开 非兽发生 过去做 我们到的客厅 还是我们的房间 最近这几年 其实我们有发现 在火灾率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以电线走火的状况会比较多 然后当然我们就是很多长者都是在家里 所以我们有发现 就是长者其实在遇到电线走火的时候 其实不知道怎么处理 那所以我们才会办理这样子的 用电安全的一个预防宣导的部分 来让长者就是做一个 用电安全的一个初步的预防 那希望就是说减少灾害的发生 目前红道在宜然关怀服务 超过了800位的长辈 即需要募集100万元寒冬住老服务经费 呼吁民众响应捐款600元 住老松年菜 捐款1200元 住老用电安全检测 以及除旧布新办年货 捐款3000元 住老关怀服务一整年 一起来用爱心 终结孤单与危险 宜然新闻记者14名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